他也不知道 自己那些私面的通话 会被传播出去 不知道 那我真的不知道 情报下的男人是死 我不知道 我用一个麦克风球的马 被人生命结束了 我说的这些不知道 我是不是就没有罪了 你的身体 从此就留下了我的东西 这辈子 都会带着我的味道 挥之不去 你们身体 从此就留下了我的东西 这辈子 会带着我的味道 挥之不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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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就是味道 和沐浴叶之间的联系是吗 那凶手到底是 为什么说出这句话的 他为什么要说出这么一句话 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说出这么一句话 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要说出这么一句话 为什么选择沈香啊 这句话像是诅咒一样 钻到沈香的身体里面 从今天那开始沈香开始拼命的洗脏 逃避所有人 你真怕别人闻到他身上什么怪味 有一次他在浴室里面打了六个小时 可是怎么洗都没有 他还是觉得他身上有一股 心臭的怪味 就算是别人打了个喷嚏 他也会觉得别人闻到他身上的怪味了 那我自己 那我自己 这个怪味就跟鬼一样 在他身边如影随形 直到有一天 我还是觉得他还没想过 再说我弄到他身上 他就会这么说 他就没想过 他就没想过 好 好香啊 真的很香吗 真的很香 我相信这都是命运的安排 哪怕到今天我都没有后悔过 从那天开始 沈浆终于没能跟正常人一样 不再想法自己去洗澡 也可以跟同学正常交流 我们开始想象我们的未来 我以为这件事 不再有第三个人知道 如果能一直这么下去就好了 如果能一直这么下去 就好了 宋楠楠 她真是个婊子 她是沈香的初生同学 对 罗家海 有一个演员在那里拍我 唤醒了我的心灵 让她充满美梦 你最近有看傲慢影片见吗 没有 你在看什么书 让你看看首相吧 你的爱情线有点短 我要陪我女朋友 陪我女朋友 陪我女朋友 有什么了不起的人 破烂了 我女朋友 你的身体 从此就留下了我的东西 这杯子 都会带着我的味道 挥之不去 是 我今天帮上一个同学 你就特爱心咱们那个 我总算想起来是怎么回事了 我本身都死了 我杀了是不是 意思就是只让我跟她上床 她就让我 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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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别开 沈三 开门 开门 你身上是香的 求你了 别洗了 别洗啦 你脆都是香的 你脆都是香的 小子 封信官 你知道我现在特别后悔 我后悔为什么还要让沈湘受到第二次伤害 别看 别看 我后悔为什么一开始 没让他们三个关怀闭嘴 我后悔我为什么一开始把桑奶奶头打碎 我 我跟沈湘都约好了 杀掉桑奶奶以后我们就自生 没想到沈湘还是承受不了 先走了 别 桑奶奶 她不是愿意说吗 破烂 她不是愿意曝光别人的隐私吗 叫老爱西咋呢 那我就让她说 我让她一直说 救命啊 我要说死为止 走 放牧 让她说出受害者的位置 罗佳害你错了 那天晚上 桑奶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摄像头还开着 她也不知道 自己那段私民的通话 会被传播出去 不知道 那我真的不知道解放下哪个人是死 我不知道我用一个卖风球的马被神秘结束了 我说的这些不知道我是不是就没有罪了 我是不是就不用死了 罗佳害 罗佳害 你只是看到了你想看到的 你觉得当桑奶奶说出这些话之后 你们的秘密 就会彻底暴露在阳光底下 你觉得整个城市再也没有你们的容身之所 罗佳害 罗佳害 你看到的 是自己想看到的 你总是以为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 但是你想一想 与桑奶奶的暴露视频比起来 那些观众根本就不会在以桑奶奶的口中内阁爱洗澡 并且被强奸的女孩到底是谁 那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阴影 那些都是你自己脑海的深渊 他们成了你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这种梦魇逼迫你一次一次地去杀人 你犯的 是完完全全的心理罪 没有人 知道了 等等 方警官 你说的可能都对 你说有什么用呢 你根本不了解我跟沈亚这十年来经历沈亚的痛苦 你根本不了解我跟那些试验是怎么过的 我千千万不把沈亚从地狱边拉回来的时候三 他一把把我们推回去了 身体上的伤都可以了 心理上的阴影永远也取勝不了 好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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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这种温睡长大的花 你知道个屁 其实 像是窗内的 在哪里 你散开